2015年10月19號 現在已經來到了下午的1點15分 我們從古餐在聖武餐廳 海拔5000 經過了現在這個海拔5100的納木厝 國家公園 可以看到的兩邊其實都已經下著雪了 甚至高山呢 這邊可以是整個西藏的唐古拉山 海拔接近有7200公尺的部分 而且呢 在整個中年不化的雪山當中 可以看到外面的天氣 依舊白雪 覆蓋了整個矮矮的山頭 非常的壯觀 兩側我們現在走的話 也就是從納木厝國家公園的路 必須走上去了大概還有30分鐘 而且去連續上坡 現在整個窗外依舊飄得矮的白雪 非常的動人 現在已經快接近4月底5月初了 今天還是一雪茫茫茫 只說正好今天的天氣 是4月下旬來天氣比較冷一天 讓所有幸福西藏的團員 一起呢能夠順利的看到 讓他們喜上訓願 因為呢日克澤 因為整個在5月25號發生整個尼泊爾地震 8.1地震 因為封路的關係 在國道318號公路封山 這群的一群15位順利轉而來到納木厝國家公園參觀 也因為有兩位的團員 因為整個高山震的關係 一位王后員 一位黎玉鎮 他沒辦法欣賞之美 所以呢幸福西藏的小編 特別拍攝 拍攝給他們欣賞沿途的美景的部分 外面的溫度呢 鐵定是低於零下的 可以看到整個外面的白色的山雪 就整個覆蓋上來 也希望現在在整個西藏藏族知識區人民醫院的黎玉鎮 有輕微的沸醉手 我們回去能夠在醫院的打點滴 以及打針滋 能夠花來的富裕 接下來看我們的左手邊的窗戶 我們看到一群一群的非常多的 所謂的牦牛群的部分 也就是整個西藏高原最棒的一種的動物 天寒再冷 他都... 大家快看我們前面的牦牛 雪中的牦牛 牦牛群 大家坐穩的話一定要注意安全 就可以稍微慢一點點 謝謝 這一整片的都是所謂的牦牛群 因為牦牛是屬於群居的一種動物 非常適應整個高原的一種的... 牦牛的毛、皮、奶、製品 都是非常受到整個藏民的喜愛 在今天中午在聖湖餐廳呢 也看到有四位的藏民 哇...這樣的行徑非常非常不容易 非常已經適應整個高原海吧 在5100公尺的一個地域的部分 而且今天也藏到了牦牛肉了齁 好...接下來我們繼續往前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稍微先暫停告一段落 今天日期是2015年的4月29號 下午1點20分 幸福西站在這裡 現場報導 再見 掰掰